大家好,西兰花大家都知道是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 维生素含量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但是大家认为好的东西,孩子总是不愿意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西兰花的新吃法 搭配上四个鸡蛋,不炒不炖也不煎 营养丰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加入一勺小苏打 倒上清水,刷水三分钟 西兰花的结构长得非常的复杂 上面会有一些铜板和脏东西 加入小苏打可以彻底的洗干净 而且使西兰花吃起来也非常鲜嫩 洗好了捞到大碗里 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勺盐 把西兰花放进去焯水三分钟 加盐可以使西兰花营养不流失 好了捞出 准备一个西红柿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 准备适量的香菇 准备适量的香菇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丁 放入盘中 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先切成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放入盘中 把焯好水的西兰花切成小碎丁 放入碗中 碗中打入四个正宗的母鸡蛋 搅散 加点盐 再倒入半碗的清水 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滤网 将搅好的蛋液过滤到盘子里面 加入切好的西兰花 搅拌一下 放入蒸锅里 盖上一个盘子 防止水蒸气进入 大火蒸20分钟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倒入少许的肉末 炒至变色 加入适量的生抽 一勺豆瓣酱 加入一勺盐 倒入香菇和土豆丁 再倒入西红柿丁 翻炒均匀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蛋锅煮开 煮开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把汤汁收浓稠 好了 时间到 我们的鸡蛋已经蒸好了 取出来 加上我们炒好的汤汁 我们的西兰花鸡蛋羹就做好了 吃起来咸香有味 超级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